而她也是从小就是颗闪亮的星星 这是才刚刚过25岁生日的美国小天后泰勒斯 堪称现在娱乐圈的当红炸子机 唱片张张卖到白金 奖都拿到手软了 到底在唱片业不景气的时候 她是如何赢得成千上万歌迷的心 继续是她的故事 小天后泰勒斯日前出席全美音乐奖 一上台就亡火 立刻成为众人焦点 她还拿下年度杰出成就奖 称霸全美乐团的气势无人能敌 才刚欢庆25岁生日的泰勒斯 从小就立志当歌手 三岁就自弹自唱 面对镜头一点也不害羞 小学时就展现过人才华 写歌创作演戏唱歌 痒痒都会 泰勒斯不仅才艺惊人 她还对梦想很坚持 当年没人牵下的11岁小女孩 终于在16岁推出首张单曲 立刻爆红 泰勒斯的创作风格是 真诚平实地写出她的生活和感想 千百万歌迷从她的歌中获得共鸣 她也绝不是高高在上的大明星 她频频出招和歌迷互动 泰勒斯随时随地都在po网 拥有千万粉丝的她 最后因为一起意外 瞬间变成超行星 泰勒斯货办MTV年度艺人奖时 台上突然跑来一个陈咬金 没礼貌的肯伊威斯特 让泰勒斯成为 沿度话题人物 但泰勒斯的话题性还不止如此 她还喜欢写前男友之歌 泰勒斯一连串的前男友 瓜瓜强乔纳斯 狼人泰勒洛特 歌手约翰梅尔 影星杰克格伦霍 甘乃迪家族的康纳甘乃迪 到英国夯团 一世代的哈利时代 泰勒斯总把对历任男友的抱怨 写成歌曲 泰勒斯的曲风还在变 她还在创造传奇